尊敬的各位来宾、侨胞们、留学生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 很高兴在这个金秋之夜与大家在云端相聚, 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72年间,亿万中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自强不息,接续奋斗, 铸就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过去这一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浓墨仲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百年苦难辉煌,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旦,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发展成就, 并且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 我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国情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得到14亿中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和支持。 百年夙愿梦圆,我们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40年来,8亿多人脱贫, 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 历史性的画上句号。 我们正在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 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的发展,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中,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播化宏伟蓝图,我们开启了十四五规划新征程, 中国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 开好局,起好步。 中国将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验区, 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践行多边主义, 我们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与各国人民共赢挑战, 共谋发展, 共促变革, 为世界和平发展, 做出了新贡献。 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 中国政府向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十一亿剂疫苗和原液。 到今年底, 这一数字预计将超过二十亿剂, 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款一亿美元基础上, 年内中国将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一亿剂疫苗。 面对气候危机, 中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已将探达峰、探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并将颁布2030年前探达峰行动方案。 我们将于下个月承办生物多阳性公约第十五次对约方大会, 并支持今年十一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格拉斯格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女士们先生们,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美作为不同历史文化, 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 是和平共存还是冲突对抗? 是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 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 也事关世界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拜登总统通话时指出, 中美合作, 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体, 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体。 中方将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精神, 同美方一道在尊重彼此合金关切, 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 推进在广泛双边领域, 以及气候变化, 疫情防控, 经济复苏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 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常轨道。 我的工作就是与美国各界有识知识一道, 做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道必答题。 朋友们, 再过四个月,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就将拉开帷幕。 我在这里向美国运动员们发出诚挚邀请, 让我们明年相聚北京, 共享冰雪盛世, 预祝中美两国运动员再创佳祭。 为增添喜庆的节日气氛, 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台中美艺术家联媚奉献的精彩节目, 希望大家喜欢。 最后, 我向长期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祝大家节日快乐, 诸事顺遂, 幸福安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